嗨嗨,我们是吉祥组合 那今天是老规矩,而是在网友问的 这里有一个网友问 作为一个想融入的外地人 有什么推荐的比较好的途径去学上海话的吗? 所以生活的点回榜里 你有这样的想法 我就觉得是特别的要问你点赞 那么我给你推荐几个我对上海话的理解 首先要学上海话 你就记住上海话的两个发音特点 一,上海话没有翘声音 以前避开上海话都是平声音 是没有上声音和翘声音的 二,上海话很多词比较短促 我就教你一句 我是一个上海人 对,你不要说这个里面有两个字 它就是入声字 一个 你如果把这个字 你看你同一个节拍就不像上海话了 一个,你要把它当成一个字来说 你看这两个字叫短促 它就像上海话了 所以上海话的发音特点是要短促 二,没有翘声音 那么你说到什么途径呢 我觉得但凡你在生活当中能听到上海话的 你就去用心的观察 然后我们今天这个很切提 就是说到怎样去学习上海话 其实我们之前有一部很火的情景剧 叫做老娘舅 然后这个片子对我们小时候都看不见 可以说那个年代 就是老娘舅 基本上是文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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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文杂的文杂的文杂 基本上是文杂的文杂的文杂 基本上是文杂的文杂的文杂 对,那我说就是文杂的文杂 基本上是文杂的文杂 我们是把这个语言作为一种工作语言的 就是刚才的文杂的文杂 文杂的文杂 文杂的文杂的文杂 一些专用词汇 成语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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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 大家认为文杂 文杂的文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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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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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说我们有狗包号是隔纪粹的人 有隔纪的 隔纪的 他们一起炸到隔纪啊 就是为人避免截外生知 截外生知他不说上海话可能说不来 人要这个人有什么意思 人要说什么东西 人家交友 人们才有什么意思 人家交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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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就好有意思 许多的是短短的一分ció 我觉得其实有很多点 比如说那个误会 努卫 可能也在打动跟一切都 努卫 就是他这个濫英了吧 偷懒的懒 声音的懒音现象 这个误会这个词 觉得 无语 他用到的这个发音部位 就是我说上海话独有的那个上诺语 就是说 无 啊 语 所以误会的读音字 无语 这个千千读的很标准 对对对 非常标准 然后还有两个现象很有意思 就是 一个是说 薛之谦他在说我的时候 无 无 这个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点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 护语上海话的节目 对吧 剧组那么多的人 为什么就没有人去修正他 我觉得是值得去思考 我觉得说明滑稽界的这些老前辈和老师们 还是比较和蔼可亲的 有个刚刚 以来你为以得表 千千代表的是一代上海人的一个现状 而且薛之谦大部分上海话 它的味道是浓的 对 以那会刚无 你看可能因为马上后 刚才一刚五啊都好听了吧 对吧 对 所以可能还有一点就是 主要是老师们呢 一个是觉得啊 你千千你歌唱的这么好 能来我们节目就不容易了 一种首先一种好客 二导演可能也是像我认为的 他很真实的还原了 这是一代对 80后再说上海话的一个很正常的现状 如果他去说母可能会有一些奇怪 对对对 还有一点就是 也是现在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上海年轻人 包括我啊 就是说话说了一半 诶 上海话说了 诶 普通话出来了 你看大部分问题就出现在 要么说到专业性的词汇 要么就是刚才一样的词汇 我才说一样的普通词 那如果我没有学过专业的护语 和这些我从事的工作 我根本不知道上海话能说成语 所以这个我倒觉得没什么奇怪的 但我们也可以普及一下 就是刚刚千千说的节外生枝 我可以教大家怎么用上海话说成语 你遇到这四个字 你比方说你像是过了 卡住了 你把这四个字拆开 我可以是这样吗 你来试试看 尖阿桑字 简单上的就是刚成 尖阿桑字 其实你看你已经对了很多了 其实你看你已经会很多了 总体来说 千千的这个上海话 我觉得还是非常标准 对 她的上海话 而且非常典型 就是她是一个非常有上海烙印的一个歌手 就是大家说到她的上海的印记特别深 她就是很典型的一个上海人 而且网上有很多人说我说话声音很像 网上我的评论区也有很多人说我声音像 之前我研究过这个问题 其实 大部分人说我们像的时候 是指我们说普通话的时候像 其实这个像并不是声音像 而是说话腔调 那么这个腔调在哪里呢 又回到之前我说的 我们上一期说陈道明老师说的那个入声字 和语气助词 也就是说上海人在说普通话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共同的发音特点 但只是我们自己不知道 对对对 所以因此大家会觉得比较像 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徐湘老师说的非常好 我也之前认为这个就是一种腔调 我们腔调是这样 但是之前只是知其然 今天是知其所以然 哎呦你过奖了 我们一起去家里聊嘛 我正好举个例子 薛之谦他的一些口头禅 我不要面子打 你看这个搭 跟这个东西呢 它就是同样的一个语气助词 对对对 但普通话里面好像是没有 我们一直认为这个是普通话 但其实这个还是上海人可爱的上海普通话 所以由此我可以再证实一点 上海人说普通话 并不是像平翘舍不分的 不是这个样子的 而是我们有很多我们自己独有的 可能是无语区都有的可爱的语气助词 Skuno hwish a naka jemo Skuno hwish a naka jemo Bana dita te Kai naka quits Hosh a naka Zewi Zewi